我們來做葡萄乾麵包 將螢幕上的所有材料放進麵包桶 這次麵包的材料列表會在影片最後 攪拌10分鐘後再下奶油 攪拌到可以拉出手套膜 任意切割成小塊放回桶內 加入泡過水擦乾的葡萄乾 再攪拌10秒 滾圓後蓋保鮮膜發酵60分鐘 手指戳動不回彈就是發酵好了 切割成兩份滾圓 再鬆弛15分鐘 用擀麵棍整成長方形 寬度跟吐司膜一樣寬 向下三折 收口捏緊 用拳頭輕壓幾下 來做了另一種造型 最後再放在38度的環境下發酵60分鐘 發酵完成準備進烤箱 雖然不是特別厲害的麵包 但朋友的小孩很喜歡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